每当说到美国疯狂拿紫币,印钱让全世界买单的时候,总有人愤愤不平,甚至调侃说我们也偷偷印美元 大家好,我是Jack C 今天就跟大家聊聊史上最大规模的造假币活动 其目的就是为了搞垮竞争对手国家的经济 早在80年前,二战时的德国早就想到了这一招 当然,他们一开始印的不是美元,而是英镑 他们目的也很单纯,就是想用大量假币让英国通货膨胀 经济大崩溃,这也是史上最大规模的造假币活动 被称为伯恩哈德行动 其实在此之前,他们还有一个造假币的计划叫安德鲁行动 这个计划准备造300亿英镑 但当时纳粹有些高层还觉得这样做显得他们很不专业 打仗嘛,和对方直接干就行了 偷偷摸摸搞这些不震惊的干啥 所以这个计划很快就被否决了 但没过多久,他们发现还是偷偷摸摸搞起来更香 所以马上又启动了第二次造假 B计划就是伯恩哈德行动 伯恩哈德是纳粹一个党卫军少校的名字 当时这个行动为国家机密,肯定不能走漏风声 让英国人知道 所以伯恩哈德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里精挑戏选了142名囚犯 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里曾经累计 关押过22万名囚犯 所以这里面也有不少身怀绝技的高手 比如有画家、雕刻师、印刷专家等等 甚至还有银行人员 然后将这142人组成了一支造假币的队伍 伯恩哈德还告诉这些囚犯 你们只要老老实实给我每个月造40万张英镑 那我就能让你们在牢里的小日子过得悠哉悠哉 好吃好喝 伺候着 不仅有烟抽 还有收音机听 有报纸看 否则嘛 你们懂的 你千万不要以为那时候的紫币 防伪技术做得很烂 肯定很容易伪造 但事实上 这对当时的纳粹来说 仍然耗费了他们大量的精力 他们甚至还找了一个数学家和破译密码的高手 来当技术总监 因为生产假币主要分三大步骤 一是需要做出与英镑一样的值 二是需要英镑的印板 三是需要破解英镑上的序列号系统 一开始 纳粹只想大批量印刷5英镑的小面额纸币 然后用飞机运到英国上空直接往下撒钱 因为小面额的钱大家一半不会去仔细辨别 更容易在市面上流通 但他们很快就遇到了难点 第一批罩的假币拿到技术部门检测后 才发现这印刷值里面还缺少一种纤维素呀 添加这种纤维素必须要用手工完成 但仅仅这一点就会大幅增加他们的工作量 这时你还想造小面额纸币就非常不划算了 因为造5块和50块你付出的时间成本可能差不多 再加上当时纳粹又没有那么多飞机运送这些小面额假币 所以最终只能选择造更大面额的纸币 第二批假币出来之后他们又发现油墨的配方有问题 正常状况下是看不出来 但只要荧光观察就很容易发现颜色不对劲 又经过不断的反复实验 这位技术总监终于又搞定了油墨的配方 更难搞的就是这个序列号系统 很多人可能觉得序列号有啥难的 随便编一个不就是了 反正也没人会去看 看了也搞不清楚真假 事实上真币的序列号里面大有乾坤 就像人的身份证号一样 比如身份证号倒数第二位 基数代表男性偶数代表女性 你要是不知道这个规律 随便编个假身份证号就很容易路线了 所以钱上面的某个数字是不是也代表了面额呢 或者是面额和日期 再通过某种算法算出来的数 反正我们也不知道 你要随便乱编一个数 英国一旦发现有大规模的假币流通 只要经过他们自己的银行 删一遍 肯定很容易就把假币给删除出来了 所以这位技术总监又找到了一位银行专家合作 分析了过去20年的英国货币序列号记录 再根据他的数学知识 加上破解密码的技能 终于又破解了序列号系统 不得不说这位技术总监是真牛逼啊 啥都能搞定 但是这还没完 因为还有一项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硬板 比如 英棒上印的布列颠女神 这个图案虽然很小 但却很复杂 按当时的技术 想做一个一模一样的图案 雕刻在硬板上是极其困难的 即使他们找了专业的雕刻师 也足足花了七个月才搞定 但仍然还有很多细节上的小瑕疵 比如不列颠女神下面这个叶子 真壁这个位置 比假壁更凹陷了一些 但一般人不拿放大镜 仔细观察 基本也是发现不了的 一切准备就绪 好戏正式开始 1943年 纳粹正式开始生产假币 140名囚犯 两班岛 6台印刷机 24小时不停地印 当时他们制造的A级假币 甚至连英国央行 英格兰银行都分辨不出来 简直牛得一塌糊涂 在1943年底 他们每月就可以印刷 100万张甲币了 为了把新币出来的钱做旧 他们安排了四五十名囚犯 分两排站着 然后把钱进他们手里 传递一轮 弄一些脏东西 折皱和磨损等 纳粹当时对这样的效果 非常满意 甚至还给其中的12名囚犯 颁发了功勋章 当然这期间 纳粹还不满足 他们的野心更大了 觉得这高垮 英国的经济怎么行 再怎么样 也不能放过老美啊 所以当时党卫军的将军 又下令开始研究 如何伪造美元 但是美元的图案 要比英镑复杂得多 而且里面还有一些防伪视线 又是采用 凹板印刷 所以想要印美元 那和英镑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难度 同时 囚犯们也有着自己的小算盘 他们想着假如把美元也研究出来了 他们是不是也就 没啥大的利用价值了 万一纳粹把它们全除掉了怎么办 这其实也不是他们瞎想 比如正常囚犯 犯重病或者受伤 都会被转移到病人牢房 但在造假币的过程中 这些重病或者受伤的囚犯都直接被干掉了 就是为了防止他们回牢里走漏风生 所以这些囚犯就故意放慢研究速度 直到1944年底 囚犯们才成功伪造出了美元的背面 和1945年1月份的美元正面 同时还制造出了100美元面额的20个样本 但是没有序列号 因为此时的美元序列号系统还没被破解 不过当时的印刷水平已经和增幣几乎没有差别了 剩下的技术难点 仅仅只是纸张材质上的问题和序列号系统 但他们还没有正式研究出美元 到了1945年 柏林会战 德国就投降了 在萨克森豪森撤离时 大概累积印刷了3亿英镑 当时他们为了掩盖这个造假行动 在跑路的时候就把所有的印刷设备和未流通出去的假币 全部扔进了奥地利托普利茨湖底 英格兰银行也实在无法剔除 困在市面上的大量假币 只好召回了所有流通中5英镑以上的紫币 并发行了新版的紫币 直到2000年在奥地利政府的支持下 才重新打捞回18项假英镑 2003年英格兰银行也承认 这在当时确实威胁到了国际的金融体系 即使到今天 你还能在国外的一些购物网站上 买到当年完整保存下来的假英镑 售价大概几十到上千英镑不等 至于这些假币是不是假的 那就不好说了 其实中日战争期间 日本为了扰乱中国的金融市场 他们的登户研究所也大量伪造过假币 这个故事如果你们好奇想听 就请在留言区留言 我有空再做一期视频跟大家细说 当然今天你要说造假美元 先不说你技术上能不能做到 以假乱真的地步 更加关键的是 一旦你的行为被美国发现 那几乎等同于和宣战也没啥大的区别了 所以这种事大家看个乐呵就行了 千万不要模仿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最后也希望你能为我的视频点个赞并分享出去 还没订阅我的朋友 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Jack C之后的视频了 看Jack C的视频 让你成为吹牛时最亮的赞 谢谢大家